好 距离2012的总统大选其实还有一段时间啊 不过配对的人选慢慢浮上台面了 像前总统李登辉啊 他就建议民进党明明配的思维 可以找第三势力来合作 他还点名立法院长王金平 不过汪奔胡也透露说啊 其实已经有人提出了这个希望 王文阳跟吕秀莲来搭配共同拼2012 前进2012 前总统李登辉为民进党谋划当军师 建议跳脱明明配向外求财 还点名红山军领袖施明德 与立法院长王金平正式告人选 这种事呢我真的不宜 不宜谈也不宜置评 那我认为是个人来讲是不可能的 没有什么原因就是不可能的 王院长基本上是国民党里面的一个宝 我觉得马总统不妨可以找王院长来搭配 我觉得马王配不错 就可以启用非民进党人 不过还是要完成入党的程序 蔡英文主席的号召团结之下 我们要推出一组非常坚强的总统 副总统候选人 本土社团之外第三势力也蠢蠢欲动 出乎意料之外的组合 竟然是吕秀莲与王文阳 跟男女相亲一样嘛 谁跟谁配 其实现在台面下大家都在配 以前副总统非常的生气被这样放话 吃柿子就不要吃虾子 那柿子跟虾子放在一起 应该不是很好的安排 放眼2012时间还没到 各党各派各自发挥想象力 现在谈总统大选 创意比想象力更有话题